轩辕红又是最积极的那一个 每当他看到这幅有几分谄媚的嘴脸时 女帝的眼中就多一分轻蔑 似乎在他的眼中同为男人 只有徐扬这种又有霸王气度 又有刻骨柔情的男人 才算是值得自己青睐的极品 相比之下 轩辕红之流实在是登不起台面了 徐扬也没拒绝什么 只一眼他便明白轩辕红的心思 掏出自己那道心浮沉 悬空盘坐 几个呼吸间金色道光徐徐显化 很快这光芒便将众人落足 这断壁区域完全笼罩 天哪 真的有变化了 这似乎是一张残土 看着金色光芒笼罩下 那些断壁上浮现出的纹路 众人很快多了几分激动 这里是那些流线交汇下 唯一的断点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就是入口 徐扬瞳猛的一亮 道心浮沉飞射而出 直刺向在墙壁上 唯一的断点位 第一道军列的纹路出现 紧跟着一道两人高大的 正方向列文浮现 轰然一声巨响 断壁中真的被开辟出了一道 通往幽暗处的门户 也同时在这一刻 空气中弥漫的血型气息 也变得更加浓重了 徐扬落地 同女帝一起走在队伍的最后方 跟着轩元红等人 迈入那道破开的门户当中 森冷的杀气肆意弥漫 虽说对徐扬二人没什么影响 但却是让七人众和轩元红 看上去都十分的严肃 随着一行人不断深入 这屠龙战场内果然别有洞天 同样像是一处上古陵墓 不过这里却显得比古荒一脉的地灵 要开阔许多 而且没有任何宝藏可言 只是遗忘看不到边界的石堆 在各处堆砌着 你们看 是已经封干了的尸骨 这里一定就是屠龙战场了 数千年前 晴天道宗他们 应该就是在这里屠龙的吧 七人众都显得格外躁动 最前方那个背着弓箭的家伙 本能地兴奋起来 突然一脚踏出 地面上骤然闪过一道金光 小心 徐扬洞察力何等惊人 几乎是当着那道光芒 刚刚出现的那一刻 手中一道气力已经轰射而出 弓箭强者向旁飞出 就在他刚刚双脚离地的瞬间 那森然清光徐徐飘起 化作一道无比恐怖的森绿色骷髅 最终破碎成了虚无 不好 这是鬼影修罗一脉的枯骨毒阵 拓拔红惊呼一声 赶忙停下脚步 却在这一刻 左前方不远处 七人中另一人 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吼叫 整个人迅速倒地抽搐了起来 皮肤表面 皆被那些诡异的青涩完全笼罩 大家快点散开 我们已经步入这鬼阵之中 千万小心 轩原红同样是腾空而起 一脸慌张地看向周围 并没有第一时间 想去挽救七人中 那个队友的意思 倒是剩下那三个人 立马扑了上去 老五 你怎么样 躺在地上的原神镜强者 已经无救 生命本源迅速流逝 就这样活生生化作一句枯骨 陨落了性命 然而谁都没想到 这居然只是危险降临的开端 七人中其他三人 终究没能幸免 一个接着一个的凄惨的倒下 仿佛被恐怖的亡灵之力炼化一般 饱受痛苦地走向陨落 怎么会这样 轩原红飘在半空 露出一副无比痛惜的样子 然而这一刻 徐阳却并没有继续保持沉默 而是冷冷地看向前方 你还打算装到什么时候 轩原红 你才是那个导演 他们陨落的罪魁祸首 女帝大惊 不可思议地看向身边徐阳 眉毛中露出了震撼的颜色 你是说 是拓拔红下的手 可我根本没有丝毫察觉啊 我们之间离得这么近 他若想施展强力功法 一定会有蛛丝马迹可以追寻的 你是如何做出这样的判断的 徐阳冷恨一声 答案当然不在这 而是在我们之前离开的那座岛上 那三个死在集合点的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眼下应该已经从坟墓中爬出来了 此时 笼罩在我们脚下的这 已经失传的恐怖阵法 就是他们的手笔 轩原红一惊 但却并未急着开口反驳什么 倒是女帝越发听得糊涂了 听我从头给你解释吧 鬼影修罗一脉 除了强大无比的杀戮手段外 还精通一种十分远古的禁忌秘术 名为尸魂古术 简单来说就是杀掉一个人 在他的尸体上种下这种秘术 三天之后 尸体便会重新复活 然而 控制这具尸体的 则是尸术者自身的意志 轩原红杀了那三人 在他们身上下了尸魂古术 于是在三天后 也就是我们成功摆脱海灵将纠缠 来到水下的时候 那座岛上的阵法 就已经在轩原红的操控下 被七人中那三个尸体完成了 而轩原红之所以选择 在这个时候发动阵法 就是看中了这里相对密闭的地形 将我们困死在这儿 血清寒面色冷漠到了极点 一来 他是没想到这轩原红 才是真正的布局者 二来 女帝对这一脉 已经失传的绝学 出现在轩原红身上 充满了震惊 这鬼真倒是够奇特的 可若凭这阵法 真的能困住你我 女帝看了看脚下 时不时出现青绿色的光芒 脸上浮现出一丝不屑 的确 如果仅仅只是这一道毒阵 当然不可能威胁到二人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让女帝心中的底气 彻底消失 刚刚失去生命力的七人中 另外四人 就这般突兀的直起身子 在一股青绿色的光芒笼罩下 露出无比猙獰的笑容 翻着白眼 如同丧尸一般 巨像空间当中 前世古阵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轩原红 你不光是鬼影修罗一脉的传人 而且还是这一脉功法的极大成者 千诗古阵的修炼 证明你的手中 已经沾满着数以万计的生命 轩原红一扫之前 低眉睡眼的样子 全然变成一副 嗜血魔头的嘴脸 好你个徐扬 果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呀 不错 你猜得很对 我不光是鬼影修罗一脉的后人 还是这一脉唯一的继承者 来到东海 我就是为了要夺回 属于我们宗门的一切 实话告诉你 前云宗北进一脉的布局 都是我和皇兄共同策划的 要是没有你徐扬 现在的北进 应该已经同于 大半个三千道州了 为了对付你 同时也借助你手中的 道心扶尘 开启笼藏 我第一时间 赶往桑水城 联合七人众 就是为了等待 这一刻的到来 徐扬 你们已经没有价值了 领死吧 只要你们一死 云阳帝国和韩越帝国 群龙无首 北进一统的宏图大业 已将之日可待 现在看来 这轩元洪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家 轩元洪和轩元云兄弟俩 联合建盟 在下一盘惊天大棋 整个北进的最终目标 是统一三千道州所有势力 轩元云借助 丰绣建盟的力量 在正面战场谋划 轩元洪则走龙藏一脉 利用徐扬 打开这条无人敢闯的 秘境之门 毫无疑问 整个计划进行到这 都是十分圆满的 在轩元洪看来 只要徐扬一死 再没有人能阻挡 他轩元兄弟的宏图大业 可惜 徐扬一路走来 本就是逆天的存在 试图算计 一个逆天而行的人 是最可悲的抉择呀 既然碰上了 那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多少金粮 徐扬冷笑一声 毫不犹豫地召唤出永恒神剑 冷冷地扫尸下方 森绿色的波光 出现频率变得越发频繁起来 一道道诗画的虚影轮廓 也逐渐变得凝视 数不清的尸徒开始聚拢向 北方这片空间 蓄势而动 随时准备向半空中的 徐扬和女帝 发起致命一击 怎么回事 刚刚不是只有 七人中四决尸徒 现在怎么凭空出现了 这么多尸徒傀儡 女帝倍感震惊地看着脚下 因为她发现 这些傀儡 竟然都有着 十分凝实的灵力波动 像是一条条凭空出现的 鲜活生命一般 这种屋中生有的秘法 实在是太过罕见了 很简单 这阵法的根源 就在岛上那三人中 他们猎杀的岛上 生灵越多 掠取的尸灵就越多 堆砌出来的 这些残忍的尸徒 自然也就越多 不出意外的话 你我二人将要面对的 是整个岛屿上的 全部亡魂 什么 女神心一大喜 那当然明白 那岛屿上光是魔源 就有成千上百个 还不算其他的物种 加起来呀 也说要有个 七万八万的生灵 尴尬的是 此刻两人 根本不可能回到岛屿 除掉那个 霍乱之源 只要他们三个不死 这阵法就会源源不断 凝运出新的尸体回来 凝聚到脚下 准备发动进攻 你现在要做的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保护好自己 随时准备释放 玄火太坦 防止遭到 轩元红的偷袭 如果我猜的没错 他的真正实力 至少也是神英镜 徐阳花霸 直接持剑冲到了下面 以一己之力 同那些师徒们 进行的抗争 可架不住 源源不断的往外涌现 此刻摆在徐阳和女帝面前的出路 只有两条 要么 想办法破坏阵眼 截断着鬼阵 与三人中魂力之间的远程连接 然而 进行中法动作 那么 就要找到这股区域的突破口 想办法 脱离这个空旷 却运满杀机的封闭区域 徐阳的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 每一波傀儡 最少需要两个剑客 便可完成刺杀 可一旦下手 必定是石破千斤 无可阻挡的绝杀降临 感受到半晌没有动作的 宣元红 突然锁定了徐阳的气息 女帝本能的 胜处一丝担心 立刻施展暴月弓 同宣元红远程硬刚了起来 为蓝色的蓝冰色刀刃 不断隔空打出 可惜这样的进攻密度 对于宣元红来说 简直就是小儿科 信不于虚无之间 宣元红根本不急着出手 她很清楚 目前来讲 光凭此阵的消耗 还不适于让徐阳陷入昏迷状态 贸然进攻女帝激怒了徐阳 反而适得其反 不如继续寻找机会 发动绝杀重创两者中的一人 她很清楚 只要徐阳问出了题 自己计划就算成功了一大半 王八蛋 这次看你还往哪跑 女帝终于被激怒 接连出手毫无效果后 突然一点没心 强大的精神力瞬间释放 瞳孔中 那更为纯粹的冰蓝色光芒 铺展开来 完成突破至大圆满经济的女帝 如今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一路上又徐阳许多招福 女帝根本不用出手 自然也被轩云红忽视了 此番这强横的精神波动 扩散开来 轩云红心底一阵惊恐飞席 毫不犹豫地破开自己的实力封印 身外一道赤色光阴 一闪而逝 强大的气息外放 神英镜独有的底蕴 完全张显了出来 你们可能还不了解 对于任何一脉强大的刺客宗门来说 隐藏气息 掩盖真正的实力 都是基本功 很遗憾地告诉你们 我的真正实力是 神英终结 毫无预兆 轩云红终于锁定了女帝 准备发动雷霆一击 女帝本能地想要召唤 玄火泰坦降临护体 却发现已经来不及 季线召唤的手环刚刚泛起亮光 那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已经扑面而来 你想多了兄弟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瞬间 女帝面前突然凝生出了 一道冰蓝色的屏障 终是将轩云红 森冷的杀鸡 阻隔在方寸之外 完美庇护了女帝的安全 感谢